今天我们这期欢迎收看关键时刻的报告节 美国总统川普跟他的英法盟军 丢了105颗的许与飞弹攻击了叙利亚的军事设施 结果没有想到他没有改变任何的现况 反而让普丁更加紧急的去控制整个叙利亚 我们先讲到了24小时之后 现在叙利亚跟俄罗斯已经宣布 他们已经完全的控制了东固塔 还不仅如此 现在看到了俄罗斯的军舰 俄罗斯的军事设施源源不断地进到了叙利亚 我看到这个是战舰 战舰上面装满了坦克 装满了陆军的设备 我们能讲到的 你要统治一个地方 你光靠飞弹 你光靠飞机是没有用的 你必须要在地面上进行战领 现在普丁就非常清楚 就是他要加快脚步 完全掌控叙利亚 好我们今天请到六位来宾 对大家非常受益的 抗议大学副校长马 信不信号 大家好 对文师工作者任蔡荣 大家好 第三位是资深媒体往下 大家好 第四位是网络均要助纪狠 各位大伙 好第二位是牛津大学的化学伯格陈晓宽 大家好 第二位财政人家洪人聪 大家好 好 我们能讲到的 105颗的徐一飞弹 砸向了叙利亚的时候 大家想说叙利亚一定要投向了叙利亚 受不了了要改变战局了 就没有想到24小时之后 你攻击的东库塔 反而更是株养变色 反而现在是叙利亚跟俄罗斯说 我已经完全控制了 就没有想到还没有结束 现在就看到了俄罗斯 他更是一批一批的 将他的部队 将他的人员送到叙利亚 好叙利亚 现在全世界的发展 完全颠覆我们过去所受的教育 都以为说 领导人不知道雍容大 都要有仁义之心 可是你现在 看到全世界真正掌权的人 都是最凶狠的 杀戮最多的 而且他们就像翻脸跟翻书一样 随时变脸 是的 像金正恩长 你看他上海之后 杀姑丈 杀他的哥哥 还发明了犬节 炮绝 各种杀戮的方法 层出不雄 而杜特地 菲律宾的杜特地 虽然好像在外面 都一副笑脸 对不对 可是保险他庆祝他周年的时候 他是宣布说 我反毒 我杀了一万人 在街头就杀了一万人 一万颗人头 来庆祝他的一个周年 而川普呢 川普在美国 虽然他国内不能杀人 可是他换人如翻书一样 一直在换 而且他在中东那边 不断地秀出 他美国最强最新的武器 给全市做了一个武器展示 而且有刚刚讲到 全世界杀戮最重的炸弹之母 是被他丢下去的 过去一直传说 美国有炸弹之母 没有人看过他 真正应用在战场之上 结果川普一上来之后 不到一百天 去年四月的时候 就直接在阿富汗的东边 大家又看到 一颗殉壮云 白天而起 然后一炸起来之后 两个街区 全部移为平地 两个街区 而且躲在隧道里面的 一百多个 挨死的人 盖达组织的人 被炸死就是氧气被吸空 死在隧道里面了 这么狠 这么狠 他还不止如此 他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 就告诉习近平说 我刚按了钮了 五十九枚的巡异飞弹 已经打到叙利亚去了 最近又打了一百零五名的 巡异飞弹 拼命地在展示 他最新最好的武器 给全世界开说 所以他杀人也不眨眼的 可是真正不眨眼的 俄罗斯人不相信眼泪 就是普丁 普丁俄罗斯人不相信眼泪 是的 当阿塞德在叙利亚那边 去找了普丁说 请你帮我的时候 普丁就说 好 我帮你 我派军队进去 而且普丁一去的时候 他不是这样空头的 他一去就派了地面部队 就直接打进去了 而他打进去之后 当时美国还讲说 还有北约就说 像战是最恐怖的 你可能会吃亏的 但普丁根本不信你这一套 他一打进去的时候 他是用了什么 他当初把车程抹平的 扣死万给送了进去了 还有是一个龙卷风 TBM30 都是火箭弹 火箭弹攻击的目标 90公里之外 前面有一个叫做 前哨五人机 飞到这个巷子 整个城市上面 他说这里面 可能有恐怖分子 直接人献一回去 火箭弹就直接打了过来 这个房子里面 有人马上就炸过来了 炸过来 而且他用的叫做 延迟隐性 反正他不是说 炸到你的墙外面 就可以爆炸 他是钻破墙以后 弹头在墙里面 往里炸开来 你说在房子里面炸开 所以你的房子 内部的结构 彻底破坏 整个房子会摊下来 所以叙利亚 现在的房子 十四九宫 会瘫坏成这个样子 是这么炸出来的 是他这样子炸出来 而且他还会用旅热剂 就是一千度的一个温度 旅热剂 旅热剂把你整个一烧 让房子进到房子里面 再往外烧的时候 所以你看他房子 是一动一动 一动的就这样 摊掉了 所以他跟你不打相战 然后再往前进的时候 虎丁连旅热剂都用上了 而且他也曾经 在拉卡那边 用过了白铃弹 因为你的很多人的抵抗 他觉得太凶了 白铃弹就直接 往天上一打 打下来之后 白铃弹 它会直接穿破你的衣服 到你的皮肤 它从骨头里面 开始来燃烧起来 但白铃弹不是 全世界禁用了吗 他才不甩你 普京从来就 没有这个禁忌的 所以烧了以后 你能怎么灭火都灭不掉 他也用了白铃弹 直接就用了下去 然后他打了这么凶的时候 他还第一次出动了 天王星九 天王星九 战斗机器人 他就是一个 战斗机器人坦克 对不对 我这叫攻城的时候 我的T90 我的阿玛塔坦克 往前冲的时候 还有T909 20分钟之内 歼灭路上抵抗他的 起死人 就完全是无人的机器人 就像直接的用机枪扫射 把他给全部杀光 你说那个无人机器人 他们是有机枪的 这所有有生的力量 你所有的生物 它全部毁灭 对 在普京这地面部队 就这样一直攻 那这样一直攻之后 普京还告诉你说 你不准反抗我 你不能反制我 所以当他的部队 受到反抗军 常常下一个命令 一个都不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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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下令大规模的空袭 反正他现在为止 整个普京进入 在叙利亚之后 你知道他轰炸了多少架次了吗 轰炸多少架次 三万四千架次 所以他的飞机 三万四千架次 所以他飞机出去 而且他不是就送他命令 一个都不留吗 所以他的轰炸 都不是说飞机过去 直接的头弹 他还特别改了一个 叫火眼 这样一个尖刺机头 什么火眼 五千公尺块 就可以精准打击 我要打哪个目标 你这个炸弹 就直接从五千公尺上 高空就直接丢下来 而且他讲的一个都不留 所以他们就像 东京大轰炸一样 他的飞机呢 不是飞过去 头一排子弹 是飞过去之后 画个圈 一个目标 一个目标 密集的把你给炸到 全毁全光 而且普丁还很得意 大概俄罗斯电视台 还拍了节目 所以他特别是说 你看这就是他们轰炸的 一个结果 十七分钟的节目 把他们整个去 三万四千次的轰炸 炸了遍地苍蝇 所以你说我这个轰炸 我不是随意的轰炸 我不是乱投弹 而是每一个炸弹 每一个飞机都有责任区 你哪一个区域 你要丢多少的炸弹 我在事前都规划好了 对 然后就这样炸完 炸完 而且普丁呢 还在他的中央战旗室 拍出来说 坐在中间的椅子 亲自观赏 这些轰炸的一个成果 就这样一路炸 就一路炸 所以他炸了三万四千多次 然后炸完之后 刚不是讲了吗 当你川普呢 用了炸弹之母之后 普丁立刻就不示弱 他就出动了炸弹之父 炸弹之父 炸弹之父比炸弹之母还强四倍 所以强四倍之后 所以他就出动了四次以上 四次以上 他丢下去之后 他是一个温压弹 所以打下去之后 你那就是反看一句呢 躲在地道里面 然后隧道里面 氧气快速的一燃烧的时候 你全部是自息而死 你觉得他躲在地道里面没有 躲在地道里面 川普就是用 普丁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 彻底扫荡 通常你可以扫荡关系 这个普丁在这边呢 总共出动了俄罗斯 210种各式各样的武器 所以这才叫做 真正的俄罗斯人不相信眼泪 好 四次 这个世界真的是 恐怕胸 最怕无天流 你现在美国再怎么精准的武器 再怎么样到达其次 你碰到一个不要命的 你后来一个完全不相信眼泪的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另外在这个区域里面 最关键的还是石油 这个最关键的还是利益 而最有趣的一个发展就是 你说土耳其跟俄罗斯是300年的血仇 而这300年的血仇 竟然因为叙利亚的这个整个局势 他们双方和解了 宝洁你知道吗 事实上我们都说普丁狠狠 对不对 但是普丁呢 遇到一个国家 他就变得非常的软弱 那个国家叫做土耳其 宝洁你记不记得 2015年后 他唯一不得罪 土耳其曾经击落俄罗斯的飞机 结果击落这件事情呢 普丁那时候呢 就说我要对你进行经济制裁 但是之后呢 他又开始去跟土耳其说 这样子好了 我们互相来合作 你说要不要 结果两个双方呢 在2016年 保健壮 2016年的时候 土耳其曾经发生过一场军事政变 当时他们总统就说 这个是美国在后面搞了鬼 结果没想到 第一个发出这个贺电 第一个拍出这个所谓的 关心的这个电文是来自俄罗斯 俄罗斯就说 第一个支持总统的 对 那你这个政变有没有怎么样 我们希望所谓能够 加强双边的关系 可是你不是把我飞机打下来的吗 所以普丁为了这件事情 他到了两千 后来这个等到军事政变之后 这个爱尔多安去访问俄罗斯 他们双方就说 那我们为了这个共同的利益 我同意盖这个油管 这个油管是从俄罗斯呢 一路经过土耳其到欧洲去 你说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土耳其的土地 也就是说经过土耳其的 而且这个领海 还是土耳其的领海 所以这个一定要土耳其同意 那每年预估可以为土耳其 带来好几亿元的这个收入 那当然了 双方就觉得一言 这个一拍机就决定同意 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其实俄罗斯跟土耳其 他们过去是血仇三百年 三百年的血仇 过去在俄图曼土耳其帝国的时候 这些所谓乌克兰 或是南欧的很多国家 保加利亚这些国家 全部都是俄图曼土耳其的帝国 就因为俄罗斯就说 我要解放这些斯拉夫人 所以他就一口气打去 跟土耳其打仗打了三百年 就这些国家后来为什么独立去 其实都是俄罗斯搞了鬼 所以土耳其人 其实是很讨厌俄罗斯 所以在过去的时代里面来说 土耳其永远都是冷战时代 他都扮演美国最先锋的角色 对抗俄罗斯 你就我们看到 当时有北约有华沙 而北约最靠近俄罗斯 也就靠近苏联 在那边整个挡住 你的前进力量的 就是土耳其 也就是说土耳其 过去跟俄罗斯 其实是势不两立的 但是为什么土耳其跟俄罗斯 双方为什么关系会和解呢 这还是要讲到叙利亚的关系 为什么 因为土耳其过去都听美国的话 可是美国有几件事 让他做了 他觉得不爽 第一个 当初美国要进军伊拉克的时候 就说土耳其 你当初 当我的这个前进基地 就土耳其就说不行 这个都是我们阿拉伯国家 我怎么可以让你当前进基地 所以当时双方就有点点闹僵 可是真正让他闹僵的是 因为2011年的 叙利亚爆发内战之后 美国不敢介入这个内战 美国就用这个代理人战争 他在后面支持谁 支持叙利亚的反抗军 那叙利亚反抗军是谁 库德族啊 库德族的反抗军 库德族是土耳其 东方也是库德族 他们有所谓独立运动 你在叙利亚境内支持 是土耳其的反对的 你在土耳其 你在叙利亚境内支持 这个库德族反抗军 而且把他养得越来越肥 这个土耳其就担心说 这个库德族会不会有一天 他不打叙利亚 他来打我 所以就变成说 土耳其跟叙利亚 跟这个所谓美国之间 出现了非常大裂痕 那出现很大裂痕的时候 这个补丁就来了 他就见缝插针 他就知道说 这个好像我有机会 可以离间美国 跟土耳其之间的关系 他在这里面的话 知道土耳其 就最讨厌这个库德族 所以这个补丁 他一方面在打IS的时候 他严厉的打这个库德族 打得非常凶狠 打给土耳其看 对 结果土耳其就觉得 你打得非常非常好 他就觉得说 实在是非常的开心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 俄罗斯突然主动的 去揭露土耳其 他就说 你土耳其 当初为什么IS这个经费 一直那么多 就是IS的有偷偷卖到 土耳其境内 他就指控说 你买IS这个油 对 土耳其的总统 在买这个油 所以双方就开始 有点点紧张起来 后来才会发生 插枪走火这种 所谓的土耳其 击落俄罗斯飞机的事件 可是为了这件事情 普丁他不但没有生气 不但没有爆破 他还一直吞人 这就是让土耳其觉得说 你其实你还是想要 跟我交好的这个意图 所以为什么后来 双方可以谈的 对 双方可以谈的 所以后来土耳其 在这个交 所以所谓的 击落飞机事件之后 土耳其就尝试着 去跟普丁联络 结果普丁没想到 普丁没有给他脸色看 普丁就说好 我们可以坐下来谈 就这时候美国紧张了 所以为什么 2016年那一次的军事政变 土耳其的总统就指控说 是美国在后面搞的鬼 因为你怕我跟普丁 两个交好 因为你开始要去 跟普丁牵手了 所以美国这个时候 就相反你拉下台了 那结果没想到 军事政变 第一同时的时候 北约那些国家 美国那些国家 都不文不文 第一个对他 他第一出感染之的就是普丁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的话 土耳其当然就说 好啦 那我就合作 而且经济利益非常庞大 为什么 你说这个油管的经济利益 很庞大 对 因为这个油管 是经过俄罗斯 因为过去 它可能是经过乌克兰 但是因为乌克兰 现在境内太乱了 太乱了 普丁就说 那我就直接 透过这个土耳其 这样进入欧洲 那这个油管 每一年至少可以 光是这个过路费 就可以为土耳其 赚率五六亿美金以上的价值 光这么一点弱 这一点弱 他就可以收五六亿的 对 修 这个是非常大的价值 保险 我跟你讲 土耳其为什么很重要 它还有另外一条 非常重要的这个油管 这边是土库曼和哈萨克 这个是俄罗斯非常重要的 这个离海的油田区 这个产油非常非常多 那早年在苏联解体的时候 这些国家纷纷都独立之后 美国马上就想说 这个中亚哈萨克 跟土库曼有非常庞大的油 可是如果我让它运出来的时候 要经过俄罗斯 那怎么办 所以美国就想办法 那我就占领 我就去跟两个国家谈判 一个是乔治亚 一个是亚赛拜兰 所以这两个国家 现在是美国保护 那美国就拉了一管线 从这个地方 从离海这个地方 拉过 从中亚拉油 然后拉到土耳其过来 那整个中亚油 就云云不绝的 这样进入这个 整个市场 而且经过重要的国家 就是土耳其 那它跟俄罗斯 有竞争关系吗 对 土耳其这个油呢 这个油管 每年为土耳其 也是竞赚五六亿以上 那跟俄罗斯有没有竞争 当然有竞争关系 因为这个地方 有了离海的油田 它是一块一样的油田 所以你踩了越多的时候 对我杀伤力越来越大 所以为什么俄罗斯 后来普丁会对这个 所谓车臣进军 因为车臣的位置 就在这个地方 你只要让车臣独立下来的时候 我要控制这个离海 是更不可能 我没有办法控制离海 所以为什么这一系列 很多的战争 都跟游有关 对 分争 都是一切都是游远 一切都是游管 要么就是这些庞大的经济利益 你就知道说 其实有时候 你的地位太好 或者说你的油有太多的时候 遇到欧美这些国家的时候 有时候你反而会变成 非常糟糕的状况 美国总统招部 他为了要教训叙利亚 他跟他的盟邦 英国跟法国 丢了一百零五枚的血液飞弹 想说我可以控制吗 就没有想到 反而让叙利亚跟俄罗斯 更强化的 要把整个东库大 给控制下来 24小时 完全控制这个地方 另外一张照片 导播看 这太夸张的事 之前第一个 针对叙利亚 丢飞弹的是叙利亚 就我们看到了 俄罗斯的轰炸机 竟然两架轰炸机 就直接在附近 有以色列的军舰 就直接的冲过去 向他挑衅 是的 那个俄罗斯普丁呢 就先向那个 最早打出巡异飞弹 以色列先开刀了 这是4月17号的时候呢 竟然去挑衅 去冲 去冲 这是以色列的军舰 它巡洋舰 巡防舰是正常的 在地中海东边 在走走走的时候 突然之间 两架俄罗斯的 苏凯24战轰机 就在它远远的地方 就出现了 这边冲场 它出现之后 它就冲场 而且它冲场是什么 它快速的 你看 这是俄罗斯的战轰机 这是以色列的箭头 它是直接就像你的 军舰一样 用那个要俯冲 轰炸的方式 非常快的 直接就一直冲了下来 就找个 以色列当然不知道说 你在干什么 我们又没有宣战 但是很快速的冲的时候 到了机头附近的时候 突然转弯 可转弯什么 它刻意的 把它下面的 反舰飞弹 反舰炸弹 亮给以色列看说 我呢 其实是要警告你的 你再动手的话 我会先让你以色列 来开始打击 那我们想想到了 今天俄罗斯这样的一个动作 真的移走一个 战争准备动作吗 有的话 这个才是美国更关切的 美国间谍卫星拍到照片 在莫斯科西边的 一个战略机场 保险你看 原来是有这么多的 战略轰炸机 突然之间一看 全空了 它的战略机都没了 它的战略机 战略机呢 它的那个是 TU95 是跟美国B52同等级的 图95 然后还有TU160 是跟美国B1B 长城立中空大机 至少两架到三架 突然这边就不见了 从西边一起飞 往地中海方向飞 它到哪边去 去地中海 去西里亚那个地方 去西里亚那边 所以美国想说 是不是普迪 真的已经要 征兵动作是直接开始了 把它的战略机 又重新的搬出来 要送到 叙利亚战场过去了 我们先看到了 之前普丁的一碰一碰 是针对了 叙利亚的反抗军 可是没有想到 现在普丁一起来 难道要针对美国了吗 因为其实他现在 对于那些叙利亚反抗军 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空忧 我根本不需要用到 这种 长城战略轰炸机 尤其这里面 这个TU160 它里面是可以 载十几枚核子弹的 还有带在个 炸弹之父的 用到这种东西 其实就代表着 他要针对的 就是比叙利亚反抗军更强大的部队 他来了 而且这前两天的时候 俄罗斯也说他没有真兵 所以他会立刻看到 他从黑海那边 派了两艘运输舰 然后也被拍到 经过博斯普鲁斯海峡 然后他送上去的时候 上面会看到 拍到了很多装甲车 很多的运兵车 对不对 你说我的两栖登陆线上面 都是陆战设备 结果大家认为都是陆军设备 可是后来到达之后 俄罗斯的红星电视台说 国防不宣布 我们真兵的是空降部队 我们空降第一师 要重返 叙利亚 对 所以刚刚那些设备 其实都是将来给 空降部队 在地面上 去使用的一个武器 那有什么样的敌人 需要俄罗斯用空降师呢 那当然不会是 一定就是精锐的 像美军或什么 以色列军队 这种精锐部队 才需要用空降第一师 重返叙利亚 叙利亚要进去 然后这样一个进去之后 欧洲的 法国 德国 和英国的媒体都报道说 叙利亚 他们不知道动员多少 但是呢 整个俄罗斯军方下令 黑海 地中海和离海 俄罗斯的舰艇 通通提高战备 而这舰艇提高战备 他们舰队要提高战备 那个东西才是最可怕的 他们想到说 因为这些舰艇里面 随时又可以用 巡弋飞弹 打击叙利亚 各个部分 你说我今天 我的提高战备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而且都是俄罗斯的战舰 因为这五年来的 俄罗斯的战舰呢 他们并没有实际去参战 但是他们有打过一百次 发射过一满枚以上的 巨热部飞弹 这巨热部飞弹 射程两千公里 然后两千公里 发现它的速度呢 2.9马赫 但是它也跟美国的战斧 巡弋飞弹很像 它可以贴海贴地十公尺 贴海贴地十公尺 所以它现在提升战备的时候 因为过去五年 当这些舰队一出动的时候呢 他们的目的 做法就只有一个 打出他们的克拉伯飞弹 就直接的打出去 而且呢 他们那时候还训练的是 它还秀过一次呢 同时三海舰队 四个军舰 打出26枚 在整个叙利亚上空盘旋之后 同时集中目标 甚至于有一次是 夜间的时候 你就看到连发 它一分钟一发 一分钟一发 就密集地可以打击出去 然后它说 你有巡弋飞弹 我也有巡弋飞弹 因为提升这个战备的话 就是它要把这个巡弋飞弹 给拉起来了 然后这些东西 整个布局征兵 往这边走的时候呢 还有看到的是说 在那个伊朗的哈马克空军基地 也开始动作平仁了 伊朗 伊朗都动起来 伊朗在旁边 然后俄罗斯呢 最近为了叙利亚的战争呢 跟伊朗谈了合作 哈马克基地借我用 所以保险都在这边呢 基地给俄罗斯了 给俄罗斯了 这边有16架 利火式轰炸机 利火式轰炸机 就是过去的时候 在冷战期间里面 它是为了 美国不是有SR71吗 所以俄罗斯特别去研究 也是一样 因素可以达到两倍因素的 这个超因素的轰炸机 然后呢 利火式轰炸机 利火式轰炸机 然后在冷战的时候 在雷根和那个 格巴西夫 整个财武的时候 它就是跟核弹一样 美国希望说 你不要把他给拿出来 就他这边呢 摆了16架 然后还有很多的苏凯34 苏凯35 通通跑在伊朗的哈马克 一起飞的话 不到500公里 就可以去密集地轰炸 蓄烈一样的各种部分 所以你会看到说 其实普丁呢 它现在也动起来了 它动起来的话 是一个从路上 从海上 从空中 全面的总动员 好 施主 我们在节目里面 不但去谈用电的问题 能源的问题 是要在提醒说 我们被骗了很多年 民进长一直告诉我们说 2025年非核家园 2025年非核家园 我们会有个干净的能源 可以用 当时未来 大家不用担心说 电不够 台湾的电绝对够 而且告诉我们说 之前讲电不够 是因为台电藏电 台电的电 藏电只要拿出来 你的电就绝对够了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 越来越多的数据 越来越多的证据 是证明民进党说谎 台湾的电是不够的 而现在 蔡英文 他终于承认 就说 现在这个电 真的非常的吃紧 我们要苦十年 你当时不是叫我们苦十年 你当时告诉我说 我们有干净的能源 我们不会有缺电 电不是问题 为什么现在要我们苦十年呢 事实上 现在让民众不高兴的是说 你老早就应该讲实话 而不是说 一直发生事情之后 你发现到说 你刚刚不讲话 一个一个跳票之后 你掰不下去了 最后终于告诉我们实话 这个月的15号 他接见了很多的环保团体的时候 他在里面 还是跟这些环保团体认为说 没有问题 我们绝对要坚持住 所谓的非核家人 2025还是非核家人 对 我们要这样 只要再苦十年就OK了 这十年是台湾能源转型的 最痛苦的十年 对 那我们2025的非核家人 绝对不会跳票 可是你之前没有告诉我们要苦十年 如果你之前告诉我要苦十年 我投你我就认了 而且如果说你之前告诉我要苦十年 我才有一些准备的时间 现在大家觉得最可恶的是 因为你一直骗 你浪费很多时间 让我们完全没有准备时间 也就是说 从于掰不下去的时候 终于说实话 要苦十年 可是保洁人知道吗 他在竞选之前 可不是这样说的 他2016年的医院 当时在嘉义接受这个采访 在那边肇事晚会 他说什么 他说政党轮替之后 会让台湾人过好日子 结果你说要过好日子 现在要了大家苦十年 那后来就说 人家武装说缺电的问题的时候 他就说 保证缺电绝对不会缺 只剩后绝对不会缺电 而且他说什么 十年内不会涨电价 可是呢 十年不会涨电价 你现在已经涨三% 你没涨电价 成后才过了两年之后 他就说要涨电价了 而且他就说什么 我们为什么过去会缺电 主要就是说台电 长电 结果没想到 执政之后 他们也找人进去台电 整顿了 整顿之后到目前为止 长电 电量 电长的没有增加 好 他就说什么 没有问题 我们执政之后 我们会建立所谓的 可循环的能源系统 这个2025年的时候 这个再生能源可以到达 总发电的20% 可是保洁你知道吗 他上台之后 他本来认为说 没有问题 一定可以做得到 所以他把这个 核四的这个东西 现在已经把它全部 移到外面 移到国外去 再也不可能有 重启核四这件事情 所以他现在告诉你实话 可是告诉你实话的同时 他想说 有没有什么替代能源 他到目前为止 根本没有任何替代能源的方案 因为我们曾经讲过是 你在2025年 你的再生能源 要达到总发电量的20% 我们知道 德国以他的技术 以他的决心 他做到这样的事情 都花了20多年 而当时他在宣称的时候 你只有十多年的时间 你怎么可能会达到 德国的标准 当时大家有很多的 指引民党 告诉我们说 没有问题 大家不用担心 现在才开始告诉我们 没有问题 事实上在当初 他讲这句话 我们就质疑过他 因为为什么 因为按照德国的例子 德国再生能源 到目前的水准的话 他花了十几年快要20年的时间 而且他在这中间 电力一共涨了三倍 所以他就说 再生能源 而且他保证说不会涨价 当时我们就说 绝对不可能达到 结果现在真的不可能达到 因为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他盘点我们现在台湾 任何的所谓的替代能源 好 要了用的话 如果真的要非核家园的话 你总是要强大的替代能源 第一个 太阳能发电 宝姐 太阳能发电的问题是在吗 他只能够当成是被载电力 他不能够积载电力 好 太阳能不行的话 而且台湾也没有那么多土地 可以来开发这个太阳能 因为太阳能要很多土地 好 那现在用第二个方案 是用所谓的风力离岸发电 可是宝姐你知道 离岸发电的话 他也只能够当成被载电力 他也不能够当成积载电力 而且宝姐你知道 假设台湾真的完全用风力发电的话 宝姐 我跟你保证 台湾的电价绝对会上涨两倍以上 为什么 两倍 因为根据目前 不是几%是两倍 那根据我们目前的这个水准 来推估的话 台湾如果真的要建到这个发 这个我们目前经济部 是5GW的这个电力的话 台湾一共要投资 一兆台币进去 才能够建设出来 一兆台币建设出来之后 因为我们风力发电 是保证收购20年 我们这20年还要花两兆 两兆进去买这个 他所有的电出来 那这个电力呢 其实是比我们现有的电力 都还要非常贵 因为他厂商已经投资了 一兆台币进去 他的电力一定是非常非常贵的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他为什么说要苦十年 因为他终于知道 这个如果真的用风力发电 盖下去的时候 台湾的电力绝对会暴增 所以你说 这个风力发电盖好了以后 我不要花一笔 非常高的建制成本 更可怕的是 我就被这些厂商 勒住脖子了 因为我们是给你一个固定 你说我的量 你的价格 我都是保证的 只要你可以生产 我全部按照这个价格收购 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生意 那你看好 风力跟火力都没办法 现在风力跟这个 所谓太阳都没办法 现在就想说 那好啦 燃煤 我们要用燃煤 可是燃煤呢 他就说我们用超超零件 问题是 哪有什么超超零件 哪有什么干净的煤 所以说到最后来说的话 你要嘛 现在的这个非核胶原的话 换来的代价就是 第一个 你要身体不健康 另外一个就是 未来的这个 我们的电量 一定会大幅的 这个电的价格 一定会大幅提升 所以他才今天说了实话 因为未来十年 是痛苦的十年 刚讲到了 清宫水上飘 要快 这个底下是液体吗 如果它是液体 它为什么可以这样走过去呢 对 这个女孩子 怎么在水上跑 小孩在水上跳呢 到底怎么做出来呢 最近呢 这个科学人杂志 就做一个实验 大家来动动手 做上这个 这个流体 那这个流体 怎么做的呢 那为什么这样走过去呢 就是玉米跟水调和出来的 玉米跟水 对 用玉米跟水调和出来 用1比2的比例调和出来 那这一种呢 就不是液体 也不是固体 它建于液体跟固体之间 液体跟固体之间 它的名字叫做 飞牛顿的流体 飞牛顿流体 那飞牛顿流体 找在这个名词呢 就有一个美国的 童书的这个作者 他创了一个叫做 OBLAQ 叫OBLAQ 它这个飞牛顿流体呢 受到压力打击的时候 它会产生膨胀作用 而且呢 越用力 它的这个 这个力量越强 抵抗力越强 一般你轻轻地 这个下去的时候 它那个分子跟分子会排开 但是你力量越大的时候 它反而分子跟分子越强 如果我们用很大的力量 铁锤捶它呢 拳头捶它呢 它如果是受到 更大的压力的时候 它的反弹力量越大 它的里面的分子跟分子 会产生一个连结 所以这种叫做 这个飞牛顿流体的 所以你刚刚讲的 我一个板手放上去 我会慢慢掉下去 可是没有想这个子弹 这么大力的弹下 射下去 它会把它弹开 那么波兰的科学家呢 就利用这个 所谓的飞牛顿流体的这个原理呢 制造防弹衣 就刚刚这个东西射不穿的 射不穿 那么以前我们知道的 克维拉纤维 它是一般最强的纤维 它可以重弹弹衣嘛 它是比钢铁强五倍嘛 那现在波兰的这个科学家呢 用这一种呢 液体当做防弹衣 这个液体防弹衣呢 它放在克维拉纤维里面呢 它那个防弹力量非常强 通常呢 如果子弹呢 射了这个防弹衣 它会陷下去 大概四公分左右 如果以这个子弹的速度 每秒 450公尺来讲 那这种流体的这个防弹衣呢 它竟然不会渗到一公分 所以它变得 这个非常强热的防弹衣 所以科学家利用这个 来做防弹衣 它跟克维拉纤维 结在一起 就一个很强的军事防弹衣 今天我们最近 我们是看关键时候的报警 每年冬至的第一道阳光 它射进太阁殿的时候 会射在漫地金砖上面 就看到底下波光灵循 而那个光影 像一道金龙 一直往太阁殿的龙座 最后射向了这个 剑极虽油四个字 你就看到 这个漫地金砖 它是晶莹剔透的 它是一个砖 怎么会这么漂亮 而且它非常的坚固 而这个可怕的是 它的工艺失传了百年 我们知道简单的砖 却有非常复杂的制作的工程 而这个非常制作的工程 后来没有人知道怎么做了 现在有人想说 它做出来了 现在有人把这个漫地金砖 制造出来之后 透过百年不断的尝试 现在交给故宫 如果你需要维修的话 你现在终于有成品了 可是问题在于说 就一个普通的地砖 它为什么这么的复杂 这么难做 它要透过百年的摸索 才能够重现往日的风华呢 好 今天请到六位来宾 对大家非常首席的 康人大学 副校长马 信不信不信不 大家好 对文史工作的刘灿荣 大家好 第三位资深们的王夏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网络人家组织肯 各位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资深的 社会长丁学伟 各位大家好 好 第六位财政金砖 好 我是聪 大家好 好 社长 刚刚讲到的 最漂亮的画面就是 东西的那第一道阳光 射在漫地金砖上 波光临循 像一道金楼 直射到龙座宝座上面去 可是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漫地金砖 是不会有这样的画面 没有这样的漫地金砖 你呈现不出这三大殿的气魄 可是你讲说 可是这个漫地金砖 这么简单的砖块 已经失传百年 对 宝洁十连磨一箭 百连磨一砖 这个砖为什么这么困难 我先讲一个新闻 昨天 昨天在北京故宫 我们所讲的紫禁城 紫禁城 今天办了一个很荣重盛大的仪式 由北京故宫的院长 善院长出来接待 几位送他们什么 所谓的漫地金砖 这个砖 这个砖花了百年的时间 中国一直在研究 因为从清朝以后 这个金砖失传 制作工艺已经失传了 没认识怎么做 对 那这个金砖 为价值为什么这么高呢 因为我们知道 紫禁城里面 从太和殿 中和 宝和 一直到后面的后山宫 乾清宫 昆宁宫 交太宫 三大殿 三大宫 对 全部地上铺的 就是这所谓的漫地金砖 这种漫地金砖 各位可以从影片里面看到 看到 所谓冬至的第一道阳光 从那个太和殿外面 射进来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整个地面 太和殿那个地面 它其实用漫地金砖铺的 铺的又那个阳光射进来 等于像它射在那个镜子上面 水面上面 它只是砖块而已 对 也是砖块而已 所以它是颇光泥寻的一种感觉 不过以前你知道 那早上的阳光跟晚上的阳光 黄昏的阳光 它反射的颜色不一样吗 对 是金黄色 所以它像一条金龙 慢慢慢慢爬上那个农座 农座上 那中午的时候 阳光震慑的时候 那个金黄色的感觉 没那么重 它变成整片是黑色 黑的花亮的那种颜色 黑的发亮 它们紫金层一绝 绝美之处 就是在它的漫地金砖 所以它昨天出来 送那个镜子出来 那个叫一个叫陆木窑厂 陆木窑 是以前明清两代 尤其是清朝的一个玉窑 玉窑所在在苏州 苏州 研究了一百年以后 把这个私传工艺 互制出来了 做出来一百块 送给故宫 送给北京故宫 特别人来讲 它不就是个砖块吗 这样的一个砖块 它为什么这么复杂 这么难做 而且这么值钱呢 保洁我想先讲这个砖块 它多值钱 其实在乾隆朝的时候 他们当时有在想 从乾隆朝离当时 那个故宫紫金层盖好 已经几百年 两三百年了 两三百年的时间 当时乾隆朝 他花了六十四年 乾隆皇帝花了六十四年的时间 叫他们的玉窑 所谓的陆木窑厂 烧制了六十四年 才烧制了两万块 六十四年才烧两万块 他准备要更换里面的 所有的那个漫地金砖 因为两三百年了 有的怕说磨损之类的 要更换才两万块而已 等于一年才能 研制三百多块 以乾隆皇帝的玉窑 这样研制 我一天只能 研一块出来 对 可是我看到 后来我看到这个成品 才发现 这一个砖又大又厚 对 那你知道 当时乾隆皇帝 研制完以后 还来不及 再重新更换的时候 因为后来很多的时候 战乱了 天理教制乱什么的 结果你知道 还来不及跟 他就放在仓库 那后来毁于战火 工艺也失传 但有人保存了两块 两块在前几年拍卖 宝洁这样一块砖 两尺见方 两尺见方 大概六十七十公分左右 对 你知道一块砖 卖到多少 多少 一百八十万台币 一块砖 你说这样的一块砖 一百八十万台币 要花一百八十万台币 对 有人讲说这种砖 叫金砖 金砖其实等于像黄金一样 他说一寸砖 等于一寸黄金 为什么 我刚才算了一下 一百八十万台币 你问我以现在黄金价的话 大概三十八两 三十八两 一块砖可以等于三十八两黄金 他真的是比黄金身价还高的一块砖 那你知道在太和店里面 大概就有七千 七千四百一十五块 的这种漫地金砖 其他店都有 那大陆这边一直讲说 因为现在很多人去 紫禁城参观 不像以前只有皇帝大臣 那所有的那个地面 一直在踩踩 踩踩有些会磨损 所以他们想更换 结果一百年来 一直想研究这个技术 做不出来 做不出来 到昨天出来以后才发觉 原来他有掌握了一些以前的技术 还有什么样的技术 这个金砖 它贵的地方 庙的地方在哪里 因为它制作的过程很难 而且从它的材料来源 就不简单 你知道这种金砖 它其实有一种原料 保洁 你看这个档案照片 这个所谓紫禁城里面 太和店 太和店里面 你看这个地上的颜色 反射 整个反射 你看这个柱子颜色的 像在壶上面一样 镜面一样 对像镜面一样 你看这个也是一样 颜色还不一样 这个黑色的 这边像金黄色的 这个柱子 整个底下 这边都是地板反射出来的 对 所以它有镜面的效果 有镜面的效果 非常漂亮 这个金砖要做成不简单 它有四到一个不同的步骤 从仙土 炼泥 制胚到摇烧 总共二十九道工序 才有办法制一块砖 那一块砖制成要多久 宝杰 多久 四百九十五天 等于将近五百天 才能做一块砖 一块砖要烧五百天 五百天 做五百天再做砖 对 做五百天 做成以后 你还不一定 做成以后 你要送到那个紫禁城里面 对 给内务府大臣来检查 检查它上面 你看它有颗料 两尺两顺 二尺二顺金砖 谁做的 哪一个人监造的 名字全部在这上面 奥内务府在查这些砖的时候 你送一批进来 他看不行了 全部销毁 不留 全部不留 对 不留 好的留下来 不行了 他就不及格 他全部打掉 所以他留下的很少 第二个 他在制作的过程里面 从刚才讲的工序 第一道到二十九道完成 其实大概完成率 只有百分之二十不到 百分之八十就会毁掉 百分之八十就会毁掉了 那为什么这么难 第一个 他显土 他显土一定要显在那里 江南苏州 苏州那个阳城湖那一块 阳城湖西岸的土 或者秦怀河河半的土 这个土特别黑 特别细腻 他们形容说这种土 粉而不杀 联而不散 它很联 很细密 很细密 所以他们在 在座的时候 要把这个土拿起来 拿起来以后 捡起起来以后 放在那个所谓 阳城湖的水 或者清外河的水 一定还要用水 阳城湖的水 对 放在水里面 把这个土放在水里面 让它慢慢慢慢沉淀 那个沉淀时间就要八个月了 沉淀好了以后 那个水差不多干了 阴干了 它再拿出来阴干 阴干以后开始用两种方式 用牛去踏 牛在上面 泥土上面踏 踏到里面的那个所谓空气 都会整个跑掉了 完全非常细密 然后再人 几个人排成一排 由走至右 由右至走 慢慢慢慢有节奏的去踏 对 踏完以后 这个砖的一个像土 泥土一样 它才可以大概把里面的空气 都排掉 扎实 非常非常扎实 对 然后再阴干一次 再慢慢阴干 阴干就这种土 有一个好处 苏州阳城湖的土 它里面有一种东西 叫自氏钥 自己会释放出来的钥 自氏钥 所以他刚才为什么讲 会亮 对 为什么会这么亮 它就是里面它会释出一种 所以它一定材料来 一定要这边才有 自氏钥 然后这个好了以后 它放在那个像木板 四方形的木板 把它踏实 就一块一块四方形 摇烧 摇烧你知道 我觉得它很难的 很难的地方 是它的火候 火候 它那个摇烧的温度 温度要烧一百三十几天 就是清朝 对 清朝留下的一个档案照片 这个是当时的官方的路木窑 这个其实有两层楼高 一个窑有两层楼高 上面挖一个洞 人是从这边垂下去 人进去把窑放进去 把砂放进去 把泥砖放进去 然后在里面烧 要烧一百三十二天 一百三十二天 那个烧的过程很难是 它要分三次 第一次用什么 用我们讲的像米糠一样 米糠去烧 烧了几十天以后 这个米糠退掉了 然后用木材再烧 先用米糠再木材 木材 木材烧过以后 最后一道是用什么 用松枝 松枝去烧 它连材料 连烧的木材 都不是一般的木材 所以我的油脂会跑出来 对 才会更烈 对 然后烧完到一百三十二天以后 它有人要爬到这个 这个窑上面 用浇水 浇水浇了五天以后 温度要慢慢 给它慢慢慢慢降下来 所以要分成五天浇 所以你在里面 如果有一个地方 程序你没有控制好 这整个窑的砖就溃掉了 那个窑的砖就溃掉 所以它很难 很难 那这工序也经过 五百多天 只要有一天没搞好 就完蛋了 对 所以你有可能 整个窑出来 几十块几百块 一次整个溃掉 那有的即使人成功出来 大概里面 如果说有一千块 大概成功也只有不到两百块 可以成功 其他的就打掉了 所以这种东西 它就很难 很难 所以为什么说清朝以后 它工序在研究的时候 一直没有办法掌握得很好 经过百年这种研制的过程 慢慢慢慢去掌握这样过程 到昨天为止 它出来 出来以后 出来以后 你刚才看的 感觉好像没有像地砖那么亮 对不对 没有镜面的感觉 它要放 它要放 放久了以后 刚才说它有自私钮 像钮院一样 它会慢慢慢慢起来 越来越亮 越放越亮 所以它越久越漂亮 对 像我们用的 有些皮革一样 你用久了它会发亮 这种砖也是一样 它会自私钮 会出来越来越多 那其实它最后 还有一道工序 就是要开始泡铜油 所以铜油跟自私钮 加上一起钮 刚开始就会有点亮 然后越来越亮 越来越亮 所以这种东西 就价值连城 这个也是以前古代清朝的打干照片 它们以前生产出来之后 要走金航大印河 一直到北京通舟 是用这个船去送 用船送的 所以你知道这个船又摇晃 摇晃 然后那个砖如果去碰到一小块 只要碰掉一小片 那就灰掉 所以以前这种金砖 一直到现在为止 紫禁城里面 他们说绝美之处 其实就是这个漫地金砖 好 现在我们讲到皇家生活 皇家规格 我们每一个都是用金子打造出来的 今天讲到了磁吸 磁吸旁边 要不要用香料 有 可是没有想到它的香料 居然是用苹果的果香 直接散发出来的 另外就是 老爸我们来看这个图 你没有想到 这个竟然是磁吸的袜子 而且磁吸的袜子 竟然这么讲究 而且它光袜子 就驾驶连城了 我跟你讲 磁吸大概是 吃喝玩乐里面 最奢侈浪费的 最奢侈浪费 而且到你无法想象的地步 你听了之后 你会瞠目结舌 这么严重吗 对 这么严重 我告诉你 今天如果不是它这么奢侈浪费 大清国还不会这么找王 革命军打进去的时候 国库没一开 对不起 空的 空的 没钱了 被它拉花光了 被它吃喝玩乐 全部用掉了 好 我跟你讲 我就讲个吃好了 先讲一讲吃 磁吸的吃大家都知道 譬如说它每天中饭一做 要做108道菜 108道菜 摆三个桌子 但你不知道的是 第一个它是不吃牛肉的 第二个 它正中间 最大一个拼盘 上面写万瘦五姜 对不起 这盘是不能吃的 万瘦五姜被破坏 这不得了 所以每天啪个大声 万瘦五姜 它吃多奢侈 我就讲个水果你就知道 开玩笑 道光每天晚上 晚餐只吃一个烧饼 同志地死的时候 我发觉它营养不良 它只吃小米粥 绿豆粥的 对 营养不良 结果磁吸 我就讲水果好了 它最爱吃水果是什么 它最爱吃什么 西瓜 它爱吃西瓜 但是它西瓜 对不起 第一个 绝对不能吃纸的 第二个 周边是不甜的 所以它一颗西瓜 它只吃中间 一口 它只吃一口 就正中间的一口 导播看 这是一个试移途 就是今天这样的一个西瓜里面 我只吃这一块 对不起 纸下面我都不吃了 对不起 它不是吃这一块 这一块还是一片的一个 对不对 它是一个 只吃正中间 真假的 对 一个 它如果能够吃这个 一个西瓜就够它了 对不起 它只有吃一个西瓜的 正中间一个 最甜的 最绵密的地方 最绵密 最多水的那一个 周围多一点点 对不起 老娘都不吃 这其他的丢了 其他都丢了 谁也不敢吃 我告诉你 他一天 他早晚都要吃西瓜了 但早中晚都要吃西瓜 他一天吃两百多个西瓜 切两百多个 因为为什么 你不能切少了 他吃完以后说不够 那是杀头的 所以就要弄两百多 立给他 他让你连银喂他吃的 好 我告诉你 现在有一个清单 是正式公布出来的 清单 清单 就是他 1897年那一年 吃了多少水果 1897年是离八国联军 还有三年 1900年是八国联军 好 我告诉你 他那一年清单 他现在这个文物博物馆里面 展出你可以看到的 注意哦 他苹果那一年 吃了15万8320个 15万8千 苹果吃15万 对 离子分好几种离子 秋梨 十一万一千七百五十个 唐梨七万七千三百个 红酵梨 五万三千两百九十五个 光离子 你看他吃的 二十几万个离子 我简单讲一个 这个 田桃 四千三百四十四 框 一框几个 开玩笑 四千多框 三百六十五天 他四千多框 我再给你看他葡萄 他葡萄 一万六千三百八十五斤 开玩笑 他一天要吃几斤的葡萄啊 他怎么这么能吃啊 更樱桃 四百二十九框 看起来四百二十九框 很少的 很多 不是 这樱桃不产的 全部是进口的 进口的樱桃吃四百二十九框 好 我们光 光讲苹果好了 苹果 苹果你知道平均 他一天要吃几个 一天几个 四百多个 怎么可能吃这么多 对不对 对不起 他是放来闻香的 吃一太后 我不闻香水的 所以你不要在我宫殿 住的地方去撒香水 那太熟气了 你给我狗撒香水可以 对不起 给我狗撒香水 但是平常我居住的时候 我要闻果香 果香以后放果 你看 他这边 他在的所有地方 这都是苹果 这都是苹果 看到没有 这都是苹果 只有苹果故意放在那边烂 放到那边烂 他要闻到苹果的香味 注意哦 不只他坐在这地方 他走路 他经过的地方 都要有果香 都要有果香 所以这么多的水果 不是哪来吃 是哪来闻的 你看他都是苹果 对不对 你以为他最喜欢闻苹果 对不对 不是的 他最爱闻什么 香蕉 他这里面 我没有记载香蕉的人 他最爱闻香蕉 为什么 香蕉快要熟的时候 味道是最浓的 你苹果这么多个 其实散传的鬼香味 并不多 香蕉果香最厉害 所以他经过的地方 摆得最多的 其实是香蕉 所以各种水果都有 各种水果 所以其实 我跟你讲 刘宝洁 这么多水果 你根本闻不出什么味道 但他就喜欢 这个吊吊 我就要闻这些东西 所以你看看 全世界 有人用水果 用这么凶的吧 会比慈禧太后多吗 他这是世界纪录 你知道吗 好 那除了这个水果之外 那第二个用的 用了日用品 那我再跟你讲 他也是世界第一的 他用什么日用品 当然我们就不用讲 他的什么珠宝 什么这些东西 那等于太不能讲了 他光被孙殿 印在墓里面 盗去那个口中的叶明珠 我跟讲 现在大陆的 这个正式的报告 已经出来 说那只是40亿新台币 光那一颗 嘴巴的叶明珠 对 40亿新台币 好 我们不要讲这些珠宝 我跟你讲 他日用品 我都觉得世界第一 好 我先讲一个 他要过60大寿的时候 锅碗瓢盆 全部换掉 江西景德镇 全坏新的 江西景德镇 对不起 你全部给我停工 全部都要来做 他的什么东西 他的锅碗瓢盆 全部都用重新注 又采上去 要万寿无浆 是个红字 所以60岁要加上万寿无浆 还要有一大堆 这个采石的花样 他光碗盘叠这三样 江西景德镇 帮他做了多少个 去烧烤了多少个 多少个 29170个 你这么会用 我告诉你 你光想三万个碗瓢铁 你要摆多大的地方 才摆得下 好 他最浪费了两件事 一个是他的袜子 袜子有什么了不起 这是他的袜子 袜子了不起 你看他的袜子多厉害 这个是纸断绸丝的袜子 纸断绸丸 注意看 这是他的袜子 对 我告诉你 这个绣的金龙 是用金线绣的 袜子用金线 金线 这个金龙全部是用金线 这个喵 喵金边也是用金线 然后他这个地方 不但绣图案进去 用各种丝线绣图案 而且有时候还放珠宝上去 好 这是袜子 对 我跟你讲 他袜子 对不起眼的袜子 是这么值钱 现在博物馆里面 这都不在博物馆里面展出 他的袜子 我跟你讲 他这一双袜子 就是绝顶的工艺品 但绝顶工艺品 他就一怪事 他一天 至少要换两双以上的袜子 换两只袜子 八国联军进来之后 他逃 大雨下下来 你说他说什么 他说吃不重要 最不舒服的 就是我的袜子 撕了 真的他讲 这就明显 好 这袜子更绝 这么在乎他的袜子 他一天要换好几次袜子 一天要换 还没完 我换一下 对不起 我不穿二手袜 这么值钱的 对 这个是纸断的 对 然后上面绣着花 下面还有金线的 可是我穿一次就丢了 我不穿二手袜 第二个 对不起 我的袜子穿过 不能给别人穿 销毁 他只要一穿过 那金线呢 全部都销毁了 那纸断的 对 我告诉你 他们一个绣工 光做一个这样的袜子 一个人工算的话 这要做半个月 所以他有三千多名 女绣工 帮他做袜子 三千多个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等于是 这个顶级艺术品 假如今天我手上 有一个我就发财了 叫他每天丢 为什么不丢到 我家里面来 好 除了袜子之外 同样的 他的毛巾 你一定要看 慈禧他有毛巾 他的毛巾 第一个 他也是绣金边的 毛巾绣金线 第二个 他的毛巾 中间一定要绣个龙 而且龙 姿态要不一样的 有的是昂首 有的是闭幕 有的是撑木 有的是做飞天状的 每一个秀金龙都不一样的 他洗一次枣 对不起 100条 四个脚 各25条 然后四个公吕 伺候他洗 正面一个 左边 两个 后面一个 好 第一次 他只洗上半身 第一个 是正面的公吕 一声令下 啪 四个拿毛巾沾热水 就开始刷 现在要把毛孔 全部刷开 他很在乎毛孔 发热刷开 这以后啪 就掉 第二个拿起来 开始帮他弄 玫瑰香 照 啪 要起泡沫的 然后啪 丢掉 第三个拿起来 轻轻把 那个魔鬼箱 就弄掉 第四个啪 弄起来 我跟你讲 第一段光洗 上半身 大概要洗 50条毛巾 这时候上半身洗完了 给他穿一件 罩纸的衣服 罩到上半身之后 对不起 换浴缸 这时候啪 一声令下 第二个浴缸 抬进来 第二个浴缸 这时候 第一个浴缸 抬出去 他上半身洗了水 跟下半身洗 不一样 水不一样 洗上半身水 不能洗下半身 洗下半身 不能洗下半身 好 换了浴缸 换了水 这时候旁边 要保持恒温 一定是有人在旁边 加热水 这时候洗下半身 又用毛巾 啪啪洗 我跟你讲 他这一条毛巾 架质连成 我跟你刚刚讲 上面绣金红 而且金龙 金线 还有万质标志 我跟你讲 所有的龙 姿态 百意 完全不一样 出自最高级的绣工手 这一百条毛巾 用完之后 慈禧说 我不用二手筋的 就丢了 对不起 而且我用过了毛巾 别人不可以用 别人是碰都不想碰 这每一次一百条毛巾 全部销毁 他每天洗一次澡 销毁一百条毛巾 我告诉你 每一条毛巾 都是巧夺天宫的艺术品 你就知道 慈禧 光吃 光生活用品 光毛巾跟袜子 光毛巾跟袜子 全世界 不会再有第二个人 像他这个样子 好 那师兄 我想到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非常疯狂 非常危险的工作 像很多人认为 第一名 竟然是什么 蛇毒的汲取师 对 他们有看到的画面是 你每天要把这个蛇的毒 来 你说把他给萃取出来 对 没错 事实上目前全世界 这个蛇毒的血清 已经完全的 大量的缺货 为什么 因为越来越少人 要做这种蛇毒的 这个汲取师 因为这个是一个 非常危险的工作 你说现在的毒蛇 血清越来越少了 没错 那为什么这个工作 会这么的危险 但是你知道吗 他其实薪水非常高 他如果你真的去 当这个犬子的话 一年的年薪 至少是十二万美金 十二万美金 你乘以新台币的话 是三百多万 但是还是没有人要做 因为太过危险 我们现在看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是美国 非常有名的一个 这个蛇毒的这个 这个汲取师 哈里森 他在家里面 大概养了两千只的 这个毒蛇 那他因为要 因为现在血清缺货 所以他每个 每个礼拜的话 大概要 汲取这个蛇毒 大概上千次 一千到两千次 你看哦 他在汲取这个蛇毒的时候 多么危险 第一个 你不是要把它弄昏 再去汲取 不行 这样蛇不会有蛇毒出来 所以你等于是说 你要把蛇放出来的时候 蛇在那边跟你熬斗的时候 你要想办法 从他的背后 抓住他 抓住他的同时 你要把他的两只牙齿 把他嘴巴撑大 撑大的时候 你要扣住 把他牙齿毒牙 扣住那个集取杯 这样扣着 那扣着的话 这个毒蛇 照理之后 他就会分泌毒瘍 如果不要的话 你要把他压下去 那压下去的时候 蛇有时候会反抗 虽然知道 有时候他就说 这个工作 我大概 我这辈子 被咬过八次 八次的时候 一次都不得了了 他说最严重的一次 是他足足的 住了四个月 四个礼拜 那住了四个礼拜 因为他里面的 这个手指头 有非常多的毒液 他说他开了三次刀了 才把这个毒液 完全的清除 那你说他现在 因为他实在被咬了太多 是这种大大小小 被咬的太多事 你看这是他住院的 这个画面 他被咬到什么状况 你看他的指头 指头都没了 他的指头 很多都已经受伤了 受伤不说了 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指尖的这个指 很多指尖的都已经不见了 因为他常常被这个毒蛇咬 咬到什么 如果没有毒的话 也会咬到他 所以变成是说很危险 但他说呢 为什么要继续这个工作 因为如果没有他在这边继续 这个自毒血清的话 就没有血清了 很多人就会因此地致命 而且他说了 这个毒蛇里面 其实蕴含着未来人类 可能有一些毛 有一些疾病 可以从毒蛇里面去解决 比如说黑曼巴的毒蛇里面 他现在研究人员发现说 他可以治这个阿兹海默症 所以他如果他说说 为什么我要继续这个毒蛇 因为如果没有我的话 搞不好呢 这个人类未来很多病 就没办法因此地解决 所以你看到 他的指头为了这个东西 居然没了 对 那你看到 实在是非常危险 那事实上不止台湾 全世界都很多这种继续式 你看 他就是要这样把它抓住 抓住 你要把它扣下去 那那毒蛇 因为毒蛇 而且你不能常常继续它 因为你要继续它的量有限 如果你一次把它毒蛇的血清 汲取太多的时候 它会很久很久之内 都没办法有毒蛇的血液 所以你大概一次呢 只能汲取几细细 那几细细之后呢 你还没办法卖到外面去 你要几个礼拜 才能够有一个 稍微多一点的血清 才能够卖出去 所以等于是每个礼拜 每个礼拜都要汲取它 汲取它 那汲取完毕之后 毒蛇 因为毒蛇分泌血清之后 等于是大量的分泌 它的蛋白质 它就一段时间 就没有办法有活力 所以让它很辛苦很辛苦的工作 那这个不是只有台湾 不是只有这个美国 台湾也是一样 因为台湾有很多 本土型的这个血清 台湾也有 对 也有这种蛇毒的基础 因为台湾有所谓百步蛇 龟壳花 这是属于台湾自己的这个血清 没有台湾的血 自己这些毒蛇的血清的话 你根本没办法 有台湾的毒蛇的这个状况 像前一阵子 台湾不是有个蛇网被咬到 咬到之后 它发现到台湾没有百步蛇的血清 后来是医院用龟壳花的血清 代替它让它续命之后 从国外用这个百步蛇的血清 才能够救它一命 你说只是暂缓而已 对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 国内也需要这种 所谓的这个毒疫汲取 因为很多本土的这个毒血清的话 国外没有 只有台湾本身有 所以这个毒疫汲取 是这么重要 对 那我们刚才想到 不只是说它可以 这个解毒之外来说的话 它还可以汲取 未来人类需要的一些 病毒跟抗体的这个状况 那另外一个 我们觉得非常疯狂的工作是 你现在要把你的手 放在鳄鱼的肚子里面 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这是其实要帮鳄鱼清肠胃 为什么这样讲呢 事实上在澳洲 它有一个工作 这个就是说 因为它们有所谓野生的鳄鱼 那这个野生的鳄鱼 它们必须要去清查说 鳄鱼它在野生外面的时候 吃了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就是说 你要把鳄鱼稍微把它敲昏之后 你手伸进去鳄鱼的胃带里面 你要去胃带里面 把它吃的东西 一个一个捞出来 那它我们看 它这一次是没有捞出任何东西 但是之前有时候捞的东西非常恶心 譬如捞出来之后 它吃了一只鸡 那鸡已经都是已经毛茸茸 已经就是血肉抹火的这个状态 那烧那个所谓 里面还有什么东西 你要一个一个把它抓出来 那抓出来不说 因为你知道 你要伸进去的时候 你看整只手几乎都是 进去鳄鱼的牙齿 跟在肚子里面去 那鳄鱼呢 它的这上面有非常多的牙齿 牙齿很尖很利 你同时伸进去之后 你要避开 你要避开那些牙齿 你被它刮到的时候 你可能整条就是血肉抹火的这个状态 那你知道 它不只是说把这个里面的东西先清出来 他们还要在这个鱷鱼的胃里面 放一个追踪器 也就是说 我把这个清出肠胃之后 放进一个追踪器 放进追踪器呢 我就日后可以知道说 它跑到什么地方去 甚至它吃了什么东西 那这个工作呢 事实上很多人都觉得说不敢做 但是其实 它也是非常高薪的工作 那除了我们刚才讲的任何工作之外 我们现在看了一系列的画面是最强的驾驶员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货车的驾驶员 货车驾驶员 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它要展示说 我们这个货车的这个技术 这个所谓的性能多好 所以你看 它要爬一个这个急速坡 急升坡这个角度 大概已经有65度了 65度你要开上去 其实非常非常困难 第一个除了车子 要有非常强大的马力之外 你那种油门的 或者是这个刹车 这种要非常好的这个技巧 那你看 它顺利的爬坡之后 又顺利的往下爬 那人家就说 哇这个真的是 史上最强的货车驾驶 如果没有很高深的驾驶的话 千万不能够这样开 因为你很容易就因此而摔车 但你在很多路段 你要有这种技术才可以 但是我们的台湾路段 没有这么深 那你看这次另外一个非常厉害 它是卸货了这个驾驶 那它会怎么卸货 因为它载了一大堆的这个竹子 那竹子的话 你要一根一根把它卸货下来 太慢了 它现在用了什么方法 第一个 它先急速的刹车 再急速的前进后退 那这样子把整个竹子 几乎已经卸了一半 那卸了一半之后 因为竹子碰到地上之后 它已经有一个支撑点 所以你看我就慢慢慢慢往前进 往前进之后呢 后来完全的把这些竹子 塞到这个地上 而且是台湾 对 这是台湾的事件 是台湾中部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变成整个下去 一次就一起合成 我用怪性可以这样子 它这个司机呢 如果你一根一根搬的话 大概要分上十分钟 但是你看它这样的时间 它三十秒内就把这个货 完全卸下来 所以我们想到台湾的老司机好厉害 我们台湾真的是暗藏很多 厉害的这个民间高手 那这也是一样 这个画面也是 我们光看到这个画面的话 你觉得哇 这个拖板车 怎么有可能会过这个 蜿蜒的这个山路呢 因为它也不可能了 因为你看这个后面 这个光是它上面载的这个木头 有这么这么长 可是你知道吗 这个司机也是真的非常厉害 他就开始在那边 看说我要用什么样的角度切进去 那你看它开始这样回转回转回转 切了一个适当的角度之后呢 它慢慢慢慢慢慢 我们觉得这种老司机 他们都有非常强悍的这种 弯路的这个技巧 你看它慢慢慢慢的 你看在那边来来回回来来回回 来来回回几次之后 最后真的就让它过去了 就让它过去 而且整个就完全就过去了 那因为这个画面为什么会出来 原本在上面拍这个画面的人 就堵说 它怎么可能会过 这个绝对不可能过嘛 就然后就说 那我们就把这个画面拍下来 结果没想到 真的不到30秒内的时间 它就顺利的通过这个非常狭窄 而且几乎是90度的这个转弯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看还有非常多的驾驶 真的技术 我们都觉得非常令人叹为观止的这个画面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明明它已经超载 而且超载它货物已经歪一边了 歪一边那时候照理说 它车很容易就全部就倒过去 就没想到它这个车子一路载一路载 那这也是一样 歪成这个样子 结果这台车是比较不幸 后来因为实在是太重 而且它这个三轮车 撑不了多少就马上就倒过去 那这个司机也是很厉害 它后面的东西已经是太过操纵 但是它还是想办法用它的三轮车 一路把它往前载 希望能够拖多久就拖多久 那这是在中国道的画面 中国道因为我们知道 过去有很多什么单车什么都飞污掉 所以你看 他们这个已经拆超载 而且载成这个样子 没想到这些司机 我们看似不可能的画面 他们还是能够一一的扮成 好那谢品 如果这样的一个对比 你真的觉得实在太好笑 也太荒谬了 刚刚讲到的全世界纷乱不亢 全世界都在处理大事情 台湾连一个人你都搞不定 你不敢杀 你不敢放 你什么都不敢做 那么另外我们看到了 这一张照片是 这个在阿根廷居然 突现了一个怪物 而这个怪物居然连比特犬 都不是他的对手 这是震惊全世界一张照片 虽然阿根廷拍到 鬼魅不明的巨大怪物 为什么说巨大 第一个 他的身形站起来超过两公尺 第二 他四肢修长 第三个 他的那个前爪 像是熊爪一样 看到没有 第四个 他最可怕的件事情 他经过的地方 死了两只狗 一个德国牧羊犬 德国牧羊犬够厉害的吧 牧羊犬 第二个 比特犬 比特犬 比特犬不是他对手 全世界骨头最硬的 比特犬 因为骨头一边狗 硬三倍 全世界跑最快的狗 比特犬 他在跑步机上 跑了超过200公里 然后 咬合力 全世界最强的狗 他每平方公尺 咬合力 超过80公斤 所以比特犬 是全世界 最凶猛的犬 最凶猛的犬 最厉害的犬 最后一个 最会战斗的犬 战斗力最强 这战斗力这么强的犬 遇到这只怪物 完全没有抵抗力 就被他杀了 就被这只怪物 咔嚓 被他杀掉了 这么夸张 对 所以 究竟这只怪物 是什么怪物 这怪物到底什么东西 现在还不知道 只知道他经过的地方 全部杀无色 党我者是 有人怀疑 他卓布卡布拉 卓布卡布拉在阿根廷 是发现过的 对 他跟卓布卡布拉 有几个地方相像 卓布卡布拉 第一个 牙尖 红眼睛 最可怕就是 他的舌头 会伸出一个红管 咔 刺到你心脏 把你的血吸干 他是吸血的 对 所以经过卓布卡布拉 经过的地方 血统统被他吸干的 还有一个特征就是 他是眉毛的 他皮肤完全是光滑的 跟刚刚那个怪物一样 眉毛 而且 他的脚趾头 是只有三个脚趾的 所以 这是卓布卡布拉 那这东西 看起来 并不像卓布卡布拉 但有它的味道在 头 非常非常像 你说是卓布卡布拉的 进化版 进化版 因为它那个掌 不是三根指头 它的掌 特别特别大 还有一个事情 我刚刚有没有特别提 就发现在什么地方 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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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全世界 发生这种怪物 最多最多的地方 真的假的 对 我不骗你 第一个 我们来看这个影片 这个是小朋友们 在那边打沙滩排球 就遇到小精灵 什么小精灵 小精灵 就是哥布林 哥布林 真的看到一只小精灵 走关 你看没有 影片里面有一只小精灵 从那边 你说阿根廷有小精灵 对 小精灵 走关 这小孩们都知道 看了小精灵以后 全部都疯狂逃跑 所以说这个小精灵 是神出鬼没的 对 我告诉你 只有小精灵 那就low了 我告诉你 这个是去年年底的 他们在公园 看到一个 像是外星人一样东西 在公园看到 好 那答应说 这张照片假的 对不对 我告诉你 他们报警 警察一来之后 傻眼了 警察有看到吗 这照片是警察照的 这是警察拍的 警察拍的 第一个 椭圆形的脸 第二个 像性人一样的眼睛 警察说看到了 就像这个描述的 外星人 你拿 啪 注意哦 这张照片 是去围捕他的警察 照下来的 警察说他们看到之后 当场傻眼 就是外星人 好 那把他抓住 不是抓到外星人吗 噗通 跳到河里面去了 跳到河里面去之后 就不见了 后来那个 去围捕警察 你要就拿外星人 样子给他看 他说我看到 就这个东西 所以做证人的 拍摄的 全都是警察 好 只有这件事情吗 没有 阿根廷最近又生出一个 人面羊 什么叫人面羊 就生出来羊 身体跟羊一模一样 你看 脸是这个样子 你看到没有 生出来一个 脸是 像人脸一样 像人脸一样 注意哦 他有 这个 这个生出来羊脸 完全就是人脸 看到没有 好可怕 眼睛鼻子嘴巴 而且这个 他眼睛不在两侧 对 他本来在前面 哇 这个人面羊 撑出来 大家说 阿根廷怎么会生出 这样子的怪物来 持续已经进到了4月 可是你没有想到 台湾现在 气还这么冷 而且全世界 刚刚讲 你现在看到 居然是美国 冰封大地 所以它的冰雪 大到 连体育馆的 天花板 都被压垮掉 人间4月 应该是春暖花开 可是在美国的 东北部和中西部 突然之间 瞬间下暴雪 而且累积的 一下子 一夜之间 就46公分 这么的厚 就一下子 就瞬间暴雪 就下来了 所以刚刚看到 很多画面是说 大家根本没想到 4月天 还会下这样大了雪 所以那些车子 都没有任何的一个准备 雪一激起来之后 所以一开过去 你看车子 要么就打滑 全部打滑 全部打滑 甚至有些 就直接撞下去了 就直接摔下去了 因为滑到 他们根本没有任何感觉 没有想到 4月天会有 4月天这么样的大雪 但是大了雪 就瞬间的打滑 便度不会到10公尺 然后最可怕的是 在威斯康星中 这是一家酒馆 然后把一家酒馆 那积雪 一个晚上就积了30公分 那30公分 他们有人正在旁边 要正在吃早餐的时候 就跳咔咔咔的一声 只跳咔的一声 整个就露出一个大洞 整个房子的屋顶 就变30公分的雪给压垮了 而在纽约这边 又有一个暴雨通暴 雨水就拼命的下 这是纽约 所以这纽约的地铁 你看到没有 就像水楼梯一样 水滚滚而下 然后这个时候 在美国是这样子 那在中国内蒙古和三 中国也一样 那这叫做暴风雪 然后一下子就是 突然之间下午三点的时候 直到下午三点之后 吹起了十几以上的强风 这个是蒙古 对蒙古 十几以上强风一吹了以后 温度巨降 开始就一堆面的雪花 到处都堆积起来 然后这个风雪 很快地从内蒙这边 到东北 全部都是很多地方 就下起了一个雪 东北也是这样 东北也是这个样子 而在东北 是这个样子的时候 新疆也是瞬间起沙尘暴 可见度不到十公尺 所以你看这车子 整个都黑了 你看到没有 沙尘暴在新疆又顺速的 通常过去是五六月才起来的 在四月这么早 就起沙尘暴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一个人来想象 这个地方居然是雪地 而这个雪地竟然在格林兰 上面一片黑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叫做格林兰 有名的叫黑雪 这黑雪是说 本来雪地应该是白茫茫的一片 结果它是一条一条的黑线 是雪白的 是雪的 它是全部的灰色的雪的 后来发现是 我们就是因为工业革命之后 各种烟囱 不要烧各种东西 通通因为气流之后 到了格林兰 通通累积起来 所以它的雪都变黑掉了 那变黑掉以后 就有个麻烦 因为阳光进来之后 它就吸收下来 所以温度会更快 结果保险这黑雪 稍微一直又看到一个更可怕的现象 什么可怕的现象 东西你只是在那飞机上去 看到地面上是黑黑的灰灰的 结果现在从卫星下面 看到是一整条全黑 你说变更大了 变更大 一整条全黑 长400公里 宽100公里 当然已经是从卫星上 都可以直接拍到 它是个全黑的黑雪 以前这样的黑雪的状况 你必须要用空拍 你可以看到这样黑雪的状况 可是现在没有想到 它已经大到 从卫星上可以看到 所以在北极那边还出现另外一种 更奇特的现象 叫做红雪 红雪 红雪是说 你看很多雪地上 你看到这种保险你看 这现在就红空空的 红色的 这个叫做红雪藻 因为如果太冷 没有水气的话 水都结冰了 它是不会成长的 现在水温度越越高 所以那些水融化之后 这些雪藻快速的溶解 快速的成长 所以在格尼南的冰原上 甚至阿尔卑斯山 都开始出现这样多的红雪藻 代表着整个北极是越来越热了 看出来是被污染了 可是那蓝极呢 其实科学家发现 蓝极的雪与冰也越来越多了 你知道冰雪也越来越多 科学家发现说 这十年来 蓝极的降雪量增加了百分之十 降雪量增加为什么 反正你知道雪它是要有水气 才能够让在温度低的时候 让它给降雪 对不对 过去其实蓝极雪是不多的 因为它是通常都零下48度 所以它的整个水气通通都冻在 那个万年寒冰里面 是没什么水气的 所以它是全世界最干旱的地方 对 所以它那边有个干极 麦克莫多那个干谷 就是一个干极在那边 所以它是没有什么水气的 但是这十年发现说 它的降雪量快速的在增加 已经增加了百分之十 那这样为什么危险呢 代表着蓝极的水气从哪边来 怎么会变成雪呢 就是蓝极的冰 我们除了看到几个冰棚 快速的崩裂之外 它整个大地上的温度也越来越高 所以那个水越来越多 你说气温越来越高 我的对流越来越强 对流越来越强 我的风雪就变大了 风雪变大了 然后整个水气就越来越多 所以科技人员发现说 现在全世界 正在调节四季的南北极 越来越多的水 越来越多的冰被融化下来 整个气候是越来越乱了 好 那市长 我们在看魔界的时候 有一个树人 而这个树人 现在在南头居然看到一个 跟这个魔界的树人 非常类似的 对 宝洁 最近在网络上网友都说 这张照片真的是太神奇了 而且它是在台湾 它不是在魔界里面的电影出现 台湾 对 它在台湾南头的草屯游局对面 对面停车场里面有一棵树 这棵树你如果看 眼眼你看就非常清楚 它有两个窟窿 两个眼睛 嘴巴非常清楚 它在停车场 现在很多人去这边拍照 那这棵树是百连章树 你知道其实前几年前 它树这边有一个裂缝 你如果仔细看 它其实这边有那个像铁条穿出来的 它是含在它嘴巴里面 等于说几年前有人把这个铁棍铁条 放在它这个裂缝 这个裂缝慢慢慢慢越来越大 然后包起来 把这个整个铁条含到嘴巴 表示还会吃东西 还会吃东西 所以他们讲说这个就看起来 它吞了一个铁条进去 对 所以说他们这个树人 像摩羯里面的树人 他有眼睛有嘴巴还会吃东西 除了这个树以外 其实在我们这个世界上 还有一个地方 真的有食人树的出现 对这个食人树是在非洲 以前都是在传说中 那在非洲 现在我们发现在纳米比亚这个地方 纳米比亚有一个叫莫尼斯克森林 这个莫尼斯克森林你如果去查网络 你会发觉它非常有名 而且它在纳米比亚镇五 在那个森林外面还立有那个牌子 警告牌 什么警告牌 它不只人不能进去 牛羊牲畜都不要放进去 因为进去很容易失踪掉 因为里面有食人树 它是吃掉所有生命的 对 那这个食人树 其实现在去研究 说这种食人树有动辄几千年历史的很大 直径可以大到到六公尺宽 他们有一个学名叫电波树 那这个树后来其实有在考证说 它其实真的有吃过人的一个记录 有吃过人的记录 它有吃过人 对 这个树很特别 它其实不是像画的 它其实是这个树 它有很多像一棵树里面 像我们那树有龙树 那个树株 株 株根 很多株 对 很多株出来 那这个株它随风会飘氧 那这个株它很特别的是 它会分泌一种像那个三秒胶一样的那种联谊 会被黏住 对 你人靠近的时候 万一碰到这个树根树株 它会把你连住 连住以后它会 这个树株还像还有一个作用力 它会把人往那个树干那边推 往内吸 往内吸 对 吸到那边以后 它会分泌一种 所谓像酸性的液体 会把人整个腐蚀掉 腐蚀掉 后来剩下一堆白骨 所以他们叫这个叫食人树 那后来再发掘有三个案例 我讲特别一个案例是1971 1971当时有一个美国的两对夫妇 一个叫柠檬 一个叫盖娜 那两个好朋友 带着自己老婆跟小孩去这边玩 那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边有食人树 后来就进去以后 当时柠檬在杂营的时候 他孩子就两个跑出去外面砍一些柴火 结果去砍柴 李蒙听到这个孩子叫了一声 叫了一声 他就往孩子那个叫声方向冲过去 冲过去 结果他自己先碰到这一棵树 碰到这一棵石轮树 结果他碰到以后 会黏住了 会黏住 他一直挣扎不开来 结果反而是那个两个孩子 因为他有带柴刀要去砍柴 这两个孩子冲过来就跟李蒙叫 叫说 阿爸你这边身上只有T恤 还有裤子 赶快把它撕破掉 那男人力很大 赶快撕破掉 然后那两个孩子拿着柴刀 开始砍 砍那个树须 砍断掉以后才把这个李蒙救了出来 那后来李蒙回去以后 就跟盖拉他的好朋友盖拉 他们讲 讲说这附近有这种所谓的 会黏人会吃人的树 会吃人的树要小心 结果盖拉的太太太好奇了 他不相信 结果跟盖拉他们就 第二天早上就去外面去看 到底有没有那种树 结果他们真的碰上了 两个都被树吸住了 吸住以后惨叫 叫的时候是他们盖拉的儿子 跑过来求援 跑过来叫那个李蒙他们赶过来 但他们当时赶过来的时候 看到盖拉也是被连 因为男生力气还是比较大 所以在挣扎的时候 他们还是一样把盖拉 硬拖硬砍 救出来了 但是他老婆已经来不及了 他老婆已经一路被推进去了 推进去 而且那个树 刚才讲说大概有六公尺直径 中间还有树洞 他会把你推到那个树洞里面去 拿不出来了 对 而且那个树树太多 而且又丢涟漪啊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靠近 没有办法一直冲到那个树洞里面去 后来才向外求援 向外求援那个救乱队 纳米比亚救乱队来 来了之后已经是第十天了 这么慢 对 纳米比亚救乱速度比较慢 然后你知道 第十天以后 后来就把这些树区 大家用砍的用烧的 弄完以后 去发掘里面真的有一个树洞 树洞进去 盖娜的太太已经化成一堆白骨 十天 化成白骨 而且这个白骨还不止他 盖娜太太一具 他里面有好几具白骨在里面 表示说这个食人数 这个电波数会吃人 其实在1971开始 一直到现在有三个案例 所以说这个食人数 在现在来讲 很多人越来越认为 其实不止非洲 包括在 在那个亚马逊中林里面 都有类似的食人数会出现 好 学校我们先看到这边是 没有想到监狱暴动 在我们眼前活生生的发生 而且这不是待一事件 美国这几年来 已经发生很多 这种监狱暴动的故事了 这发生在前天晚上 在美国南卡罗奈州 一个叫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监狱 其实这个监狱 发生25年来 最严重的一个 那个暴力 监狱的暴力事件 就像打在没人管吗 在监狱没人管吗 这个监狱里面 因为他关的都是一些重刑犯 至少刑期都十年以上 而且很多都是帮派大哥 所以他们在里面 会争夺一些地盘跟金钱 那天晚上就是因为 有一个设防里面 他们起了冲突之后 竟然用手机 还通知其他设防的 说开心跑 对不对 里面还有手机 还可以用手机联络 对 所以连续三个设防 就在那个时候 就这样打起来 你知道吗 而且打得更夸张的是 那个时候 后来目击者 在清理完现场 进去看的时候 竟然讲说 那个里面叫做 死尸成堆 有打死人 对 后来清理说 死了七个人 而且十七个人 受重伤 重医 所以那个 所以他不是只是 肢体的冲突跟推进 他是真的打 真的杀 因为他们平常都自己 在里面自制刀刃 你知道吗 用刀刃 所以真的要打起来的时候 那些刀都走出来了 有武器的 对 所以那个时候 大家在打 可是这个监狱 为什么很夸张 你知道吗 因为之前在打的过程之中 他们没有办法 预警的现在人数不够 他们没有办法去立即处理 他们都是怎么处理 你知道吗 把这些隔房 跟那个牢房 跟牢区 全部都隔离开来 隔离开来之后 等到完全隔离之后 再申请预警来帮忙 进去里面震报 你知道吗 所以老板你隔离 我让你们再怎么打我外面 其实不管你 对 所以那天在八个小时 这个过程之中 为什么 周警还没有准备好 没法来 所以他还没有过程之后 那个八个小时 竟然里面就这样打起来 就在里面乱斗 你知道吗 所以才会死伤这么严重 可是这个监狱 说实在话 这个南卡这个里监狱 这个其实在这 从去年到现在开始的时候 这实在是恶名昭彰 因为总共造成13个人死亡 所以这不是打第一次的 对 你看在里面坐监狱 还坐到死去 还有250个人被暴力攻击 那原因是怎样 1580几个囚犯在这里面 他们的警卫才44个人 那么少 所以这样的警卫的话 根本没有压制能力 所以才会造成说 那个死伤这么惨重 那其实这个问题在哪里 你知道吗 这个川普总统 美国总统川普 上台之后 他减少政府的开支 所以他开始缩减预算 竟然矛头身向联邦的 那个监狱管理局 你说我军费绝对不缩减 那我怎么办呢 我只好在监狱上做文招 对 连监狱这种地方 他缩减 他缩减之后 你知道吗 他总共裁了6000多个人 6000多个人 里面包括1800名狱警 那你没有狱警怎么办 这些管理巡逻的工作 现在变成说 你监狱里面的员工要分摊 那谁来分摊 什么员工 厨师 秘书 还有甚至一些医护人员 对不对 你这些人员 你就简单训练一下 这些人厨师这些文书 怎么碰到这种如狼似虎的人呢 对啊 这些人是玩命的 你玩命的 这些正常的人 我当初进来 也不是做这个工作 对不对 那你现在叫我 而且更夸张的是 他们因为缩减预算 连装备都不够 所以他们巡防的时候 只有身上佩戴一只警棍 小型警棍 那这个说实在话 像刚才那个案件 你看我们现在看这个画面 这个就是里面的囚犯 他找了东西之后 他准备预谋 要去袭击里面的预警 你看 他可以跑到预警的房间 办公室 对办公室里面 他拿了格西之后 他藏在那边 你看 直接就给他攻击 你看 有没有 那个武器就开始对着他攻击 这防备也太松懈了吧 对 那预警身上 为什么只能徒手去防犯 他身上都没有东西 只能拿椅子 拿那个双手 徒手跟他搏斗 打到最后你看 两个人打一个人 说实在话 我刚才讲过 这些玩命的 你怎么玩得过他 他命都不要 关那么久 所以美国现在缩减这些监狱的预算之后 影响首级就是说监狱里面的暴力死亡事件 每年每年都一直在增加 因为你说实在话 马上很简单的这些人 像厨师 那个医护人员 你叫他去当预警 很多人发生什么状况 一把钥匙给他做 他连哪一把钥匙 要去开哪一个门 他都搞不清楚状况 连监狱里面东西南北 我要从哪里寻 寻过去 他都不知道 所以这种打架的事情是很多的 对 监狱里面 因为美国的帮派在里面 他们也会分割地盘 所以这个地盘 只要彼此间触及到的话 他们就拿命相搏 因为十几年或无期徒刑的话 我滚在这里 与其关在这边 我当然要争一个头脚 这个话题就被打得头破血流的 对 那个美国 讲到美国最严重的监狱暴动 就是在1980年2月2号 在新墨西哥的监狱 周立监狱里面 当时造成33个囚犯死亡 你知道吗 这个当时发生这个案子更夸张 因为墨西哥这个监狱 是很古老 很老旧的监狱 你知道吗 破破烂烂 所有的那个里面的囚犯 他们只能睡在地板上 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床垫 什么东西都没有 都在睡宝站 而且很拥挤 那可是这个监狱 明显人手不大够 你知道吗 他们用什么方式来管理监狱 就像台湾一样 他们养了一些欲霸 所谓的欲霸 用那些里面来管理 他们GPC 自己管理 对 那欲霸在地方上 就变成土霸王 在监狱里面 他也是土霸王 有一天 他们就常常就跑去厨房里面 去偷那个葡萄干 偷出来之后 经常用葡萄干去酿酒 酿到一定的酿的时候 这个欲霸有一天就找 说 我们大家 不知道在庆祝什么 在大家喝酒 喝了之后就开始攻击 来巡防的那个疫情 拿了之后 他们竟然把钥匙开了 让五百多个 那个囚犯 全部都出来 同欢 全出来 出来之后 他们就觉得说 开始攻击 控制中心 那个什么武器库 那拿了武器之后 开始乱轰之后 你知道 所有预警 全部都跑光了 那后来 他们就开始 把这些轻刑犯 他们说 里面有料碑 所以全部抓来之后 进行里面 一个残酷的屠杀 后来 很多法医看了之后 这是历史上 最有名的恐怖屠杀案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